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h! FUN! Oh! No! Oh! 怎么办 我烦恼不敢说出来 No! No! 欢迎你来到博远哥哥的秘密屋 分享快乐和痛苦 Yeah! 别害怕 把问题和烦恼都说出来 别害怕 大家陪你一起想办法 欢迎来到博远哥哥的秘密屋 我是秘密屋主博远哥哥 这是手机 手机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网红 跟很多好笑的影片 你有在追YouTuber吗 你拿到手机跟平板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种 它就一直黏在你的身上 然后我想拔 怎么拔都拔不下来的感觉呢 我想这应该是蛮多人的心声 一拿到手机忍不住 就会好想这样滑呀滑呀滑 到底这些YouTuber有什么样的魅力 可以让孩子们这样子一滑再滑 停不下来呢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真的吗 会不会觉得有点太夸张了 定期追踪网红的人数 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 会定期追踪啊 甚至有不少人 会模仿网红的动作 还有对话 这样子是好的吗 会不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呢 你们对于这样子的调查报告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真的是有点伤透脑筋 我觉得这个话题 我们必须得好好地来讨论一下了 小帮手们 小帮手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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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各位 刚才我听到的那个数据 其实觉得蛮惊讶的 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 有在追YouTuber 你们有在追吗 有 有 没有 你就是那一个 那一个没有追的那一个 真的 三个都有 那你们追谁 我追的就是一些玩游戏的那些直播组 因为有时候就是你滑一滑 这个不错 就点进去 然后又一直滑一直滑 就花很多时间 我们就是这种人 都被他猜得准准准 来 燕桥呢 知识类的 你是看知识类的 那龙甫 你为什么没有订阅 因为我就是不常看YouTuber 就是我通常拿到3C产品 就是可以玩就玩 因为我很少玩 就又是可以玩 就抓紧时间玩 其实现在真的很多人在追网红 然后也很多人很想当YouTuber 然后这个在我们的国中 国小界 其实也都是非常流行跟平常的事情 今天就有一个六年级的小帮手 叫做燕桥 他要来帮我们做班级大调查 告诉我们现在在国小里头 大家追网红的现象到底有多狂热 请燕桥收说看 好 我在我们班上调查了27位同学 是 关于他们追踪网红素人的经验 是 那有63%的人都有在追网红 那63%就这17个人 他们一天到底花多少时间 在观看这些频道呢 是 那最多人选择的是1到3小时 总共有7个人 其次有5个人 他们观看时间是30分钟到1个小时 那有2个人他跟我说呢 他每天就数不清一直看一直看 根本停不下来的 他怎么办到的 他爸爸妈妈没有节制 他就是他有一个他跟我说 他就躲在房间自己一直看一直看 他妈妈都不知道 真的 不过 这个像101一样高的 也有1到3小时 对 你们不是说读书的时间都不够了吗 为什么会有1到3个小时可以看手机 就可能他们都整不住诱惑 那除了这个人数上的统计 你还要统计什么吗 他们观看这些网红频道的原因 有很多人 也就是大部分的人 他们都有选说很好笑跟很幽默 对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压力很大的时候 就看一下心情会比较放松 那也有人选择的是内容很吸引人 像一些游戏频道一些教学的 他们就会觉得很有兴趣这样子 是 那还有就是有人选说是打发时间随便看 那很无聊的时候就看一下看一下这样子 那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他选其他 他跟我说他有追踪一个教英文的频道 那他觉得这样对自己的学习很有帮助 当补习班来上 对 每一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 对 不过大部分的人看起来都是为了消遣娱乐 然后疏解压力 看完这个调查 你们大家有觉得是你们班的日常吗 我们班可能更扯一点 就回家一直耍一直耍 真的 因为班的成绩就是比较 就是好的人很好 但是其他人都是中上 但他们就是有很多时间回去看影片 我们先谢谢彦桥 你说你们班的人是比这个调查 还要再更夸张一点点的 应该是 因为很多像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们就是回家 就是有机会拿到平板或者手机 就会看 然后作业就是在学校补 或者隔天来学校补 什么 看到 主页都忘记了 这个生活很 严重 我曾经也有几次有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也请本人来现身说法一下 你怎么办到的 就是因为你看YouTube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放松 然后你就会一直看 因为他都会推荐给你你喜欢的 他说这好好看 然后就看到11点12点 他说我怎么事情都还没做完 我还有一些事情还没做完怎么办 他说不管了 看YouTuber那么开心 何必破坏自己好心情 对不对 明天倒许就要再补 好可爱 但是好像不能这样子 但是你好像倒出了千万人的心情 真的 那真的会追网红 会好玩成这样吗 我觉得有一些人 可能像荣福 就没有那么沉迷的人 可能有一点难体会 对不对 来 有一点难体会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请出 镜中世纪来帮忙了 看一下 这里有一面神奇的镜子 里面住着一个人叫做小圆 他是全世界小孩的化身 而这个小圆 他天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我想他对YouTuber这件事情 肯定也是有所了解的 我们来看看 小圆 小圆 你有在追YouTuber吗 当然有 伯云哥哥 而且我常常都觉得 他们才是我的好朋友 才是我的家人 那我可以体验看看这种感觉吗 可以 你来体验看看我的生活 就知道了 好 我去了 好 又变成小圆了 都这么晚了 怎么又是微波的晚餐 家里总是一个人都没有 是小俊 喂 小俊 喂 小圆 你今天英文作文比赛第一名 你妈有没有好好嘉奖你 别说了 我回到家里面 一个人都没有 应该还是在外面忙吧 这样 对了 我们今天聊的那个YouTuber 说等一下会上线直播 你不是很有兴趣吗 要记得加入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先上见了 好 大家好 我是七七 Lucky7就是我 今天就要这样玩 要玩什么呢 老样子 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有谁在线上呀 嗨文豪 嗨敏文 甜甜 谢谢你的爱心 那我也送一颗爱心给大家哦 小俊 你还在努力写作业哦 加油加油 嗨 你好 好 我今天是第一次跟直播 请多多指教 哇 小元 第一次看到你哦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一起就这样玩 记得要订阅 开启小铃铛 玩乐不漏街哦 其实我今天 怎么了 有了我的新朋友 来来来 跟七七一起玩 忘掉烦恼 超强耶 小元 恭喜你哦 这些大人真不知道在想什么 有什么好忙的 到底在忙什么 都不知道我们小元这么棒 那今天 七七就这样玩 就来玩 用一句醉潮的话 来恭喜小元 我先来哦 这世界关你什么事啊 我最大 小元也最大 要是我 我会很 这什么世界啊 一起跟我玩吧 一起骂人很输腰哦 真的真的 七七的影片 真的都好有趣哦 我马上来按追踪 还有订阅 开启小铃铛 拜拜 好期待下一部影片 为什么小元一追YouTuber 就停不下来 而且还一直追一直追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好像知道了 是不是因为小元在网络世界 有很多人认同她 而且大家都很懂得 怎么跟小元聊天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来做水的实验 这个冰 好 要水 小元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 你没睡饱哦 桌子那么大还会撞到 不是没睡饱 是还没睡 还没睡 你整个晚上都没睡觉 在做什么 就是昨天 我就看了七七的影片 然后本来只想看一下下 结果一看就停不下来 七七真的太好笑 而且都太有创意了吧 她的每一个影片都会对我讲话 我就觉得我跟她超麻吉的 小元 你刚刚说脏话吗 不是你介绍我看七七的影片吗 她都这样子说 吵极 我昨天上线十分钟就下线了 因为还有很多功课要写 对了 小元 你自然报告准备了怎么样 我跟小琴刚刚还在讨论 自然报告 我当然是写完了 这部分你们不用担心 小元 YouTuber很有趣 而且网络上一定也会很多影片 吸引大家去看 但是如果这样子影响到你的正常作息 这样就不好了 好啦 知道了 今天一定要专心地把自然报告完成 不然一定会被小菌他们念死的 开始 是七七 她发布新的影片了 那今天也一定要玩一些很有趣 很刺激的游戏 如果这样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 这样就不好了 小元最大 我听你了 到底小元她会怎么做选择呢 是会放下手机回到正常的生活 还是会继续follow手机直播 沉迷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呢 而且我发现小元 她无论是在观念或者语言方面 也越来越受影响 什么话该说不该说 什么事该做不该做 她好像渐渐分不清楚了耶 怎么办 十分钟就好 我就看十分钟就好 我就可以开始写作业了 小元 你可以的 景天琪琪也太有创意了吧 她要把她妈妈的面膜全部收集起来 来去擦脚踏车 好刺激 念火器 我没用了 小元 你又没睡饱 怎么看起来这么累 关你们什么事 小元 你这什么态度啊 什么叫关我什么事 那自然报告跟你有关了吧 我跟小晴就卡在你这里 你准备好了没 嗯 知道了 知道了 对了 小晴 你们家是不是有在订养奶啊 我昨天啊 在七七就这样玩的影片里面 看到她用养奶来浇花 我觉得好有趣喔 我也想要学她 不然这样子 今天放学 我去你家拿养奶好不好 小元 我跟你说喔 如果你在继续这样沉迷YouTuber的话 以后谁敢跟你分组做报告 谁想跟你当朋友 我们去跟老师说 走 你们 你们 我只不过就是喜欢看YouTuber而已 这样也有错吗 怎么样 怎么样 小元错了吗 看YouTuber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她太沉迷了 而且她没有拿捏好分寸 就是她该学的 没有学好 但她就是学不该学的 不该 真的太不应该了 好 不 可是你自己不是就是这种人吗 我没有学那些就是不太好的 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很好笑的片段 或者是她讲的话 我可能会跟同学玩一下梗而已 就这样 因为她就是看YouTube没错 只是觉得她好像追错人了 因为那个人好像她又讲脏话 然后竟然把妈妈的东西来去擦小踏车 你说没有摸吗 不知道 对 真的有点太有创意了 真的让我非常地问号 好 那怎么办呢 我们得先了解YouTuber为什么 那么吸引人开始 好不好 请看 首先 这些网红 她会创造这些影音内容 都非常地独特 然后里面都非常地薄眼球 所以你们一定会很想看 再来生活化的部分 就是她会很贴近你们的生活 然后再来是她的节奏 因为在过去影音创作的节奏 跟现在不太一样 现在就是要快很准 她每一个就大概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就达到你想要的知识 达到你想要的点 让你笑出来 那你就会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没想到一分钟 一分钟 拼凑起来也是一个晚上 对 那再来还有那一种就是 比较夸张的作风 像刚才七七就这样玩 她拿了面膜去擦脚大舌 拿了养奶去嚼花 那这些夸张的作风 你就会忍不住地很想问说 那她这样子 然后呢 再来就是陪伴了 像小圆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时常不在家 那她愿意陪她的时候 是不是 你就愿意花时间跟她互动 然后她就会觉得 我好被同力 你们被打到的点是哪一个 生活化 生活化 还有刚才如果以佩萱的逻辑来讲的话 应该是影音内容 因为她的内容打到你了吧 从这些点里面呢 你们就可以慢慢去找到 我到底是哪一点被吸引的 那我知道我哪一点被吸引的 那我知道我哪一点被吸引的 你就知道你应该在什么时候 才能看这个影片 例如说你是被外表吸引的 那你什么时候看 不是 就是在你很没事很放松 六日的情况之下 当然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影音内容 那这个内容 是不是有符合你现在 马上的需求 如果没有马上的话 你应该先分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 先把重要的事情做完嘛 那可是 网路上的东西有人在把关吗 你们觉得 应该没有 你完全想不到任何一个单位 可以把关它吗 就是 如果你自己本身的手机 有开严格模式的话 还是可以把关的 但是十个人里面大概只有0.5个人 会对网路进行严格模式的审核 是不是 所以网路基本上除了你有自觉之外 没有任何的方法 你可以去抵挡它的诱惑 所以讲来讲去 其实还是回到自律这件事情身上 虽然我们都会说 忍不住 忍不住 可是一定有方法的 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请到行动轮盘来帮忙了 来了 行动轮盘会长出一朵花 然后上面会有十种不同的行动 这里面都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中 大部分的问题 面对到有一个你真的最近就是好想追 然后她又天天更新影片的YouTuber 你该怎么办呢 你每天都好想看她的讯息 你可以怎么做 娜莉先来 先好 我觉得我自己的自制力特别的差 所以我会求助 找谁 找妈妈 没有看到我手机收走 我真的要受不了了 真的 对 因为只有在把手机收走 放到我找不到的地方 我才有真的完全死了那条心 这个时候找外援是对的 妈妈绝对可以帮你这个忙 而且她会非常开心 对 谢谢娜莉 谢谢 我们得先发现这件事情 才能够有找求助的机会 对不对 来 我会选拒绝 你不可能 真的 因为我觉得选求助的话找妈妈给她 然后我就一去不翻 你说又太决绝了是不是 所以我就交出去 她就不会给我了 所以我要控制自己 然后我拒绝的方法就是 假如说你喜欢的影片的话 你就取消订阅 然后按不感兴趣 然后让他们不会出现在 你热门影片上面 然后你去查什么 数学维积分 英文文法 然后让他们就是一列一列的 就排在那边 然后当你打开YouTube 怎么又是那些东西 虽然不看 你好聪明 就是YouTube 用大数据来想办法控制你 你就用大数据来对抗YouTube 就是这个概念 反演算法方程式 你真的很聪明 我们每天退定一个 我们不可以杀伤力太大 一天退一个就好了 我会努力慢慢退出圈子 因为我有意识到说 假如说我现在退出的话 我可能未来会有可能一个好工作 然后到时候赚钱之后 所以这一两年我们好好地把握 这个想法可能会让你真的比较自律一点 因为七七不会跑走 可是你的前途会跑走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谢谢佩萱 对耶 那面对这件事情 如果是专业的会是怎么想呢 我们有请教了 陈志恒自商心理师 看看他是怎么建议学生们 来戒断YouTube 或者也不要说戒断 学会分辨媒体 分辨怎么样的YouTuber 是对我们比较好一点点的 来 请看 那要怎么选择呢 首先 第一个要跟老师父母讨论 讨论这个YouTuber好吗 不好吗 再来第二个 跟第一个是要一起行动的 就是观看时间 我们要先设定好 例如说我一天最多就是 45分钟不能再多了 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 不要完全相信里面的内容 然后跟不要太模仿里面的事情 这个做得到吗 应该做得到吧 因为毕竟就是你知道是 虚幻世界的东西 你不可能把它用在现实世界中吧 不过人家都说水能载舟 意能复舟 我也有看过有一些 像你们一样的国中生 他每天看了很多YouTube 但是他完全没有影响到 他自己日常生活的作息 他还反而更增广见闻了 然后你听到他讲话 你会觉得说他怎么懂这么多 也有这样子的人在使用YouTube 所以其实网路上的媒体 不全然都是不好的 但是也不全然都是好的 我们自己真的要睁大眼睛 而使用时间这件事情 真的只有靠自律 所以我们大家自立自强 奋发向上 拿三年来换三十年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真的不错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追追我们也是可以的啦 来这里 我们柏云哥哥的秘密屋 脸书粉丝团的QR Code在这里 有的时候你们也可以上来跟我们讲讲心事 我们每个礼拜二都会准时开张 说不定你的心事就会被我们做成一个主题 又或者你想邀请我们到你们学校去玩 你可以私讯看看说不定我们真的有主题适合 就可以到你们学校去玩 那无论如何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慢慢的长大 然后我们一起变得像这个七彩的智慧宝石一样 前而夜亮晶晶 我们下次见啰 哦烦 哦 哦 怎么办 烦恼不敢说出来 欢迎你来到柏云哥哥的秘密屋 分享快乐和 是的 你 你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